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大家来到香港联合教科闻组织协会 乐式及可持着金融网上论坛 香港联合教科闻组织协会是香港注册时成机构 也是中国联合教科闻组织协会 全国联合会的成员机构 及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的地区报告成员 而推进和实现联合各教科闻组织的核心使命 就是通过教育、科学、文化及传播 促进可持着发展及国际间的交流 香港联合教科闻组织的主要职能 包括前天性的研究、优质教育、知识和技术的发展与交流 讯息与传播 联合教科闻组织一直发挥着思想实验室的作用 在全球范围内有193个成员国家 以及全球1万1千多个合作元后 在香港 我们香港联合教科闻组织 除了是教科闻组织的全球各个合作网络以外 亦都建立了包括联合国工业发展署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 联合国难难合作组织 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 以及联合国可持续解决方案网络的成员机构 亦都是联合国负责任管理商学院的中国学术会员会 有丰富的国际国内和本地的网络 在2020年我们参与了联合国75周年对话 全球在线的活动 因应香港地区进行了香港金融中心的 气候与环境可持续性 香港和大湾区的教育科技人才 以及信任与支持下的可持续治理 三场对话 对话吸引了香港、中国内地、美国、英国、加拿大、澳洲、韩国、日本等不同国家 及地区的善上观看 根据联合国75周年地区对话和调查的结果 香港特别行政区作为亚洲金融中心 在中国绿色政策目标的支援下 可以利用它的优势率先领导 以及示范亚太地区的气候变化 管理和可持续发展 实行跨界别的行动 从监管、认证、产品、ESG报告中 就展现出香港有效出进企业 实践可持续发展规划 令企业成为气候行动的推动者 保障经济发展的同时 也能够改善气候及环境的危机 去巩固我们香港可持续金融发展的里程碑 在这个背景和业界的支持下 香港联合教科文组织协会 就成立了绿色级可持续金融会员会 会员会当然主要的目标就是 协同本地区推进可持续发展 包括开展推动绿色级可持续金融的相关政策 鼓励企业实践可持续发展目标 培训香港绿色金融专业人才 以及增强专业人才的可持续发展规划能力 以及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认识 会员会也会参加联合国举办的 相关专题的会议和论坛 在这个目标底下 会员会就积极去提倡企业 实践可持续发展规划 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商业模式 回应政府落实及可持续金融政策 相关的资讯文件 也都不定期举行企业的圆卓会议 工作坊以及举办地区性的年度论坛 以促进香港和大湾区 进一步迈向可持续发展 今次的网上研讨会 我们有落实级可持续金融会员会的 荣誉顾问马俊先生 首长跟大家分享 叹中和背景下落实金融年龄的机遇与挑战 截着就有我们两位召集人 陈凤祥博士会和大家分享 大湾区落实及可持续金融 也都有何志成工程师和大家分享 落实建筑与落实金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